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知名的中型轿车呢比如啊这个丰田凯美瑞以及等田雅阁等等啊 但是从价格上来看呢雪兰的麦瑞宝XL游费价呢已经是到了5.5万 可销量上还是不如大众卖腾 究其这原因啊这车呢是有三大致命的缺陷太明显了 首先呢就是内饰方面的问题了 不得不说呢麦瑞宝的外观造型非常的大气 整体的流线型设计呢是自如流畅 尾部使用的是大溜背造型也是现在的流行元素 可说到这内饰啊麦瑞宝XL呢就要差上很多了 中控区域使用了大量塑料的装饰 实际上呢也是比较杂乱的 看上去啊十分的廉价 方向盘上的多功能按键呢集中在了右侧的浮条上 左侧呢是空空如也的 看着呀也是很不舒服的 内饰是麦瑞宝XL最大的硬伤了 其次呢就是舒适感方面了麦瑞宝XL的隔音效果是非常差的 特别呢是在有小石子的路面上 坐在车内啊就能够感受到很大的轮胎的噪音 在低速的状态之下呢麦瑞宝XL表现一般 但是啊上了高速车内的胎噪感啊也会非常的明显 使舒适度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麦瑞宝XL呢在运动性能上也是不尽如人意的 麦瑞宝XL呢配备了1.5T过温发动机 配合着6AT手自一体电速箱 它在高速状态下呢稳定性是不错的 但是呢在低速行驶当中 档位的切换顿挫感是很强的 平时呢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二三档的切换 因此啊驾驶体验很差 总的来说吧麦瑞宝XL外表不错 配置很差优惠5.5万依然呢是不如麦腾的 如果呢只在意经济方面麦瑞宝XL还是可以考虑的